-We are in Britain, like Britain, we know to join them -I'm also British, I'm also British, OK? -I'm also British, I'm also British, I'm also British, but I don't want to use mine if you want to join them -It doesn't matter -所以說我建議有關部門能夠對這些大V加強管理和教育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天在英國有一群小粉紅 大概四到五個男男女女 大鬧英國商場 具體是商場還是車站 眾說紛紜 但我看背景的架構應該是中央車站之類的 然後車站裡面的商場 Anyway,反正這也不是重點 那事發原因是一名經常在公共場所演奏鋼琴的鋼琴家布蘭登 他在這個商場或是車站也好直播演奏鋼琴 大家如果去過歐洲應該會知道一些車站或是商場會放一些鋼琴 你可以去表演對吧 而布蘭登演奏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群小粉紅從遠方跑來 自稱他們是中國電視台的人 那要求布蘭登中段直播 理由是拍到他們的臉啦 他們有肖像權啦 鋼琴家布蘭登他就解釋啊 在英國啊 咱們的公共場所是可以任意拍攝的 而且可以放上網的 然後呢 他重點啊 是在於拍攝他彈鋼琴 而你們從後面經過也不是針對你拍的 因為我是為了展示特定環境啊 這個演奏的環境啊 我演奏的這個情意 而不是以你 以你們這群粉紅為特定個人主體 這種人物的影片直播對吧 所以我直播這個行為是非常正當的 也不構成侵害你的權益 那講人聽一點 根本沒有人會在意這群小粉紅好嗎 結果你們可以發現啊 這群小粉紅也同樣在拍攝布蘭登 有沒有 你自己還不是搞雙標 於是我上網查了一下 英國的法律確實允許在公共場所拍攝跟使用 除非你是針對兒童拍攝啦 那由於原片三十幾分鐘太長了 我們截選了網友翻譯的三十幾秒給大家看一下 小粉紅是什麼 惱羞成怒大鬧車戰的 我還說我也是英國的 我也是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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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要用我的影片 他有一個中國的帳號 他有一個中國的帳號 為什麼你觸摸她 別觸摸她 不要觸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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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同樣的 不要觸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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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嗎 說理說不過知道自己理虧了 馬上大好 把矛盾聚焦點放在 布萊登儀式觸碰了這個中國國旗 但畫面也沒有拍攝到 他到底有沒有碰到這名女的 對吧 我看來是沒有吧 那也不清楚有沒有碰到 那這個小粉紅大吼的目的 是為了讓車站圍觀的人 那看到 哦 是布萊登動手的 睡錯的人是布萊登啊 我們中國人是合理的 而且故意大吼大叫了好幾次 對嗎 扯什麼年紀啊 人家也知道你在玩什麼花招 往後退 不讓你繼續有造謠的空間 對吧 但你繼續吼 然後半段啊 沒有翻譯的片段還說什麼 布萊登是種族主義歧視者 歧視中國人 企圖啊 吸引商場其他民眾的注意 那這時候 有一些英國民眾看不下去 跟這群小粉紅說 這邊是公共場合 如果你們不喜歡的話 你們可以離開這裡 就離開就好了 為什麼要惹事呢 這招啊 你在中國碰瓷可以 啊碰瓷啦 啊他撞我啦 賠錢啦 可以啦 你在中國可以這樣鬧啦 因為對方也會跟你一起鬧 對吧 但 但你人現在在英國 是不是 那現在又有一些小粉紅網友說 這名鋼琴家布萊登啊 彈奏了雜美案 那這首歌疑似是嘲諷中國人的外表跟發音啊 奇怪了 這首歌是金劇雜美案包公的一個段子對吧 然後歐美的音樂人啊 把它編成了一首歌 有中英混在一起的 非常的好聽啊 怎麼這首歌現在變成了仇視中國人呢 全世界的東西傳到你們眼裡就是歧視啦 傳到你們耳裡就歧視啦 奇怪 你們粉紅不是很愛去什麼佛倫斯啊 什麼義大利啊 法國啊 蜜蘭啊 穿什麼漢服到處去炫耀對吧 現在有個鋼琴家知道 喔 中國文化裡面有一個金劇 有一個段子 雜美案 欸彈了 你們又說是魯華 那魯華的不就是你自己吧 你自己看不起金劇是嗎 奇怪了 你說要讓大家看見中國的美 OK 看見了 所以我彈了一些中國經典的段子出來 然後你說我魯華 其實李虧的人大部分會套用什麼種族歧視啊 什麼歧視國籍啊 來轉於原本李虧的矛盾對吧 所以小粉紅也常常說我仇中也是如此 啊 而這也是小粉紅的通病 說到A就講到B 說到B就講到C 轉移新焦點 那最搞笑的一點就是你說 他們要遵守中國法律 你竟然要求身為英國人的布蘭登 在英國的領土上要遵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搞笑喔 全世界都是中國的 不是只有台灣啊 而開頭那個三十幾分鐘那個長片 他一開始進去就說 哎呦咱們是中國人啊 現在又說自己是英國人啊 然後布蘭登問你拿中共國國是幹嘛 你看 小粉紅就是這樣人格分裂 我猜測啦 這些自稱是中國電視台的小粉紅啊 如果你真的是哈 那你可能就是 在該出現的時間你沒有出現 你況值了 甚至是 你貪污旅遊經費了 或者是說 哎 裡面有這個什麼情婦啊 小三啊 怕被發現 怕被拍到 所以要求中斷直播 我不知道 或是你們帶著任務 去英國 斷章區 亂報導說 你看英國水生火熱 我不清楚啦 但是啊 有網友翻出啊 其中一名女生啊 是中國留學生 她在小紅書上有經營頻道 對吧 另外還有這一名 是在英國教中文的老師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說你們是中國電視台 OK 中國電視台 他蠻廣的 哪一家電視台 如果我們要要求政治正確的講話 中國電視台 那就是中國央視電視台 這是國家級 共產黨領導的電視台 所以你們是冒充嗎 你們是冒充趙家人嗎 中罪啊 蛤 還是說小紅書就是電視台的呢 算了這反正也不是重點 而這條影片在YouTube上 已經有180多萬的觀看次數了 9.6萬的點讚 原來天天給中國抹黑的是小粉自己啊 帶大家來看一些YouTube網友的留言 那我已經開啟了Google翻譯 不然都是英文了 可悲的是 既然有些人如此可笑 謝謝你堅定立場 很高興看到布蘭燈在保持禮貌和尊重的同時 不害怕捍衛自己的權利 我一個加拿大人向你致敬 我不敢相信這種瘋狂已經蔓延到這個頻道了 我是中國人 那些粉紅是非常可恥的 支持你 我是加拿大華人 我不認為你做錯了什麼 保持你的立場 這些人找你 並告訴你在公共場合不可以做什麼 這是言論自由的完美例子 謝謝你為基本人權所做的反擊 身為一個中國人 感謝你為言論自由挺身而出 你是英雄 我喜歡這件事情的爆發 對他們來說多麼尷尬 他們不想讓自己的臉暴露出來 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臉了 我代表中國人道歉 這些中國人太可笑了 來自美國的問候 我是美國華人 世界與你同在 說得真好啊 你一開始的目的是 不想讓大家知道你 結果你鬧了一出更大的 讓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你了 現在中國的微博應該也都知道你們是誰了 更不要說這個海外的網站 影片呢最後還是要帶大家了解一下 去年七八月份 不是中國反對這個日本排放廢水嗎 那其中中國網紅李永樂不是出來幫中共洗地 哦被人家說啊 果然是政治專業的數學老師啊 果然啊 數理老師是懂政治的啊 隨後被罵了被嗆了 自己下架影片對不對 很多人都非常失望 所謂理性科學務實 在政治下都淪為笑柄 一點都不科學更不務實更不理性 結果最近他接受了中國媒體的採訪 他已經成為中共國的政協代表了 這也難怪他會跳出來幫中共洗地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今年我帶來了三個提案 第一個呢就是 助力網絡大V健康成長 這樣一個提案 因為現在的互聯網世界呢 這所謂的大V或者KOL 他們的這個影響力非常大 但是呢整體的這個素質呢 又兩有不齐 所以說呢我建議呢 有關部門呢 能夠對這些大V呢 加強管理和教育 首先呢第一個建議呢 就是能夠建立一個分層制度 對大V們經常進行聯絡 引導大V們進行學習 第二個呢就是幫助他們破圈 有大V之間的聯誼活動 讓他們互相認識 第三呢就是切實解釋大V們的一些困難 比如說像這個網絡侵權 人生侵權呢等等這些提供法律的服務 那麼通過這種方式呢 能夠引導王大V們 多多去發佈正能量的信息 你知道怎麼幫助中國的大V們嗎 把牆打掉 推特 YouTube IG 都可以在裡面進駐 打掉 這個就是讓中國那些大V們 可以活下去 讓他們可以看到全世界在玩什麼 不用再翻牆 就這樣就這麼簡單 不用講那些五四講 然後最關鍵的是共產黨放權 這不僅僅是針對所謂的大V博主們 更是對未來的中國發展轉好改變的起點 你看啊搞不搞笑 中共自己發出2023年啊 中國GDP成長5.2% 結果A股各種的股市啊 大爆點以前在打什麼 3000點保衛戰 現在可憐到要打2700保衛戰 這也驗證了胡錫進說過的話 結果發這條說 咱們現在要打2700保衛戰 未來可能要打2500保衛戰的網友 抖音號會瘋了 永久封進 香港恆政指數也跌到 要打14000的保衛戰 而中共的軍師王滬寧 還要求大家 不得唱衰中國經濟對吧 這就搞笑嘛 各種啊 CPI啊 PPI啊 進出口啊 M1 M2 各種之間的數據都是矛盾的 詭異的 股市大暴跌 十幾年沒漲過 甚至倒退 然後中國的GDP成長 竟然比通膨啊 消費熱的美國 3點多%還高耶 然後美國股市也賺很多 對吧 你不覺得很詭異嗎 這是什麼違反科學的國家呢 而且在中國 不論出來的工資啊 要嘛被打壓 要嘛被抵制 我們可以看到袁騰飛啊 陳秋實 皆是如此 如果你還想要當一個工資 在中國 還必須得混得風順水起 現如今的中國啊 你不僅只是閉嘴這麼簡單而已 你還要會催 在關鍵時刻還要出來幫黨洗地 你才可能成為正邪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爸小小姐 掰